这就是离约一年一度的海灯节嘛 果然要比平时热闹多了呢 吃的吃的吃的 吃的 吃的都去哪里了 旅行者 我们不是刚从星月旋里吃饱了出来吗 比起吃东西 现在享受这难得的节日气氛更重要吧 就算你这么说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在海灯节到底要做些什么呀 海灯节 顾名思义当然是要放消灯了 不过现在距离放消灯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先去买一盏漂亮的消灯来做准备吧 漂亮的消灯 总之我们先去逛逛吧 说不定 前面好像很热闹的样子 我们过去瞧瞧吧 那不是宁光小姐吗 宁光小姐你好啊 这里怎么这么热闹呀 这不是旅行者和小派门吗 来来 都过来看大戏 什么啊 嗯 看来你是不打算束手就勤了 那就得看你的剑 是否拥有把我拿下的容内了 所以说这到底是 怎么又是这句话 这熟悉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啊 不要再拿我的吐槽当开头过场呀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智东国特色消灯大甩卖啊 买三个消灯还送一个独眼小宝卦室啊 喂 那边的家伙 嗯 这位客人 请问你要买些什么 你的经营许可证呢 经营许可证 抱歉 我们这儿没有叫经营许可证小德 我是说 新版经营许可证和旧版经营许可证 流动摊点申请书 还有你们智东国的入境许可证 以及摊位租赁证 和立月管制烟火安全证 你们都办了吗 原来在你们立月开店 还需要这么多手续吗 算了 看你的样子就知道 你根本没办理这些证明 那么根据规定 这个店铺要即刻关闭 哦 是这样吗 那就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来阻止我在这里开店了 你的意思是 要暴力抗反了 哦 哦 原来是这样 那宁光小姐快点上去帮忙劝助呀 喂 客情小姐需要帮忙吗 不用 我一个人就行 能 客情大人消消气 您也知道 我们这些做小本生意的不容易 这趁着节日好不容易开个小店赚着小钱 还请您多通融通融 规矩就是规矩 咳咳咳 要不这样吧 客情小姐 先说好 我是不会接受任何贿赂的 你还是赶紧准备关店吧 这难道是 这难道是 你怎么会有这个的 客情小姐 您看 那 那就宽限给你一天办理证明的时间 下不为例啊 刚才好像看到了客情小姐不得了的一面啊 没想到那东西对她的吸引力这么大呢 真是抱歉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的 这不是旅行者吗 甘雨小姐和七夕在一起 真是奇妙的组合了 你说这孩子 她似乎在人潮中和监护人走失了 七夕要买消灯 但是 总感觉心里毛毛的 甘雨小姐 为什么李悦的大家 都要放消灯呢 其实 这是李悦长旧以来的传统了 只要在海灯结放飞的消灯上写下自己的愿望 等消灯到达星空时 被诸神当作贡品的消灯会被收下 而这个消灯上的愿望 就会实现 所以消灯越漂亮 越容易被诸神看中 从而实现愿望吗 这我也不是很清楚了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盘蒙 要出发了 什么出发 当然是去寻找最棒的消灯 旅行者 已经要到放消灯的时间了 要不然 我们就买个普通点的消灯吧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最棒的消灯 你也太愚目脑袋了吧 但是 如果不是最棒的消灯的话 旅行者 真是好漂亮的消灯啊 萧先生 你是从哪里买到的这种消灯的呀 这消灯是我的一位友人所知 并不是寻常世界能买到的 看样子 旅行者 你似乎对在下的消灯很是中意 那这盏消灯便赠予你吧 可是萧先生 这不是你的友人 这消灯本来就是使用之物 是谁使用的 又有何区别 好好享受这凡间的佳节吧 旅行者 虽然萧先生平时话不多还很高了 但果然是个好心肠的仙人呢 那么旅行者 在内心默念你的愿望 然后把小灯放飞吧 各位客官 今天万民堂的所有菜品大减价了 希望大家可以边吃边欣赏海灯佳节的美景 老师你看 好漂亮的小灯啊 不在此命令你 开启通往优越净土的传纵之门吧 小灯区能放飞的 不是让你放在地上摆阵法的呀 可莉 你要是再敢往小灯里偷偷塞炸弹的话 小心回去之后 你一个月都别想走出金碧室哦 秦团长我再也不敢了 已经到了风霄灯的时候了吗 那我也入香随俗吧 那我也入香随俗吧 好 好 久不久 感谢观看